每年的一月一號 都要來關心一下元旦寶寶了 其實在昨天有不少醫院 都迎來新生命 小寶貝呱呱坠地 第一次來到地球 展現極強的生命力 在二零二四年第一天來報導 搶個吉利的好彩頭 一月一號二零二四年的第一天 臺中茂盛醫院迎來一整排元旦寶寶 在新的一年來報導 國部上還貼上可愛的國旗圖案 不過爸爸媽媽也坦言 其實本來沒有預期會生出元旦寶寶 她有預產期就是昨天 然後就順利在今天生產對不對 很特別啊 對 蠻特別的 沒有想到真的 剛好生一個元旦寶寶這樣 剛好跟護理人員一起新年快樂 生下元旦寶寶媽媽們好開心 順便跟護理人員一起過新年 而在臺北臺安醫院 還有夫妻特地從國外回來待產 你從美國設定所來生的 對 媽媽抱著小寶貝輕輕安撫 這對新手爸媽特地從美國回來臺灣生產 不過預產期原定在一月中旬 看來寶寶也等不及搶在一月一號的凌晨 就來跟這個世界打招呼 還蠻興奮的吧 就當時也沒有想過能生到元旦寶寶 對啊就還蠻覺得很特別的一個經驗吧 我今天元旦寶寶看起來真的很帥 很健康然後很壯 我本來照差異部的時候覺得他應該不會那麼大 不過他大概三千五百多功課本來預估會更小一點 就是生出來還不錯 蠻配合的 讓我也睡了一覺 媽媽也睡了一覺 新的一年除了迎接新希望也迎接新生命 寶寶們笑臉迎人 跟著2024年的第一道曙光一起迎向展新的未來 記者江澄俊 陳映蓉特別報導